这是北京时间 2022年9月5日 下午1点50分 独立县城情况 县城没有房屋倒塌 人员被困 我们学校的学生和老师 都平安地撤离到学校足球场 在足球场上避险了 学校的有的部分建筑 有轻微的受损 但是目前是 实生平安的 但是这座这座楼受损要稍微厉害一些 没有其他地方没有怕的受损